今次的單位設計風格並不是常見的日系或不歐風 究竟設計師今次搞甚麼? 今次我們的設計項目是在嶼景灣 這裡實用面積是440呎 今次屋主有一對情侶在市區搬入嶼景灣 她覺得嶼景灣這裡比較特別、比較舒服 像外國一樣 所以她想在這裡可以拍攝一些風格比較特別 不太常見的工業風、日式 而且因為這正正對著沙徑 她覺得有時晚上的嶼景、招呼朋友、看電影會比較享受 所以今次整個設計的風格就用了一個Modern Rustic風格 今次你結在這間屋裡,其實我們用了一個Modern Rustic風格 Modern Rustic風格的意思就是自然、一些香吹風 她們用的物料其實很多都是一些粗座 例如石、岩石、大的縣木 我們拿了其中的元素配合了香港人的生活習慣 容易打理 你會看到其實會有一些深色的木紋、柳仔布、麻質 你進去其實有一些石紋 你會看到一些膠板其實摸上去都有一些粒粒的面 其實就可以呼應設計的主題 亦都可以方便打理 我們上來視察 我發現這個燈米燈本身是沒有廚房 還有房間和書房間的間隔打通了 所以今次我們需要重新去區環 整理所有間隔 適合現在我們的戶主用 之後發現原來這個單位是一個轉成型廳 不過人們都會拿平 儘量把這個櫃拿回正方形用 今次正正我們沒有這樣做 就把缺點變成優點 我們就把這個轉成型廳變成一個通道 將一個工作的位置和一個梳化的位置分為兩個區域 但同時都是一個開放的地方 由於戶主其實他們本身都想買一些日本的傢俬 可以放在那裡 但由於赤全有限制 所以我們其實就Telemic做了一套梳化加工作桌 由窗袋延伸到電視櫃的組合傢俬給他 一般窗袋其實他都不可用 而且顏色都比較怪 因為石頭和傢俬代不回 我們索性就把窗袋用一個深色木包進去 亦都可以變成一個招呼朋友的座位區 戶主去找我們的時候 其實他都很想有一張吧桌 但假如突然做了一張固定的吧桌 其實會令到門口位進來很窄 那我們就做了一張活動的吧桌給他 你只需要拉出來 其實就可以兩人吃飯 多些朋友的拉到最盡 其實你可以整群朋友在那裡 變成一個好像蒲菲一樣的形式 假如不用 推回去 都沒有影響空間 由於戶主其實他都想有一個Buddy的感覺 我們這次整間屋裏做了全部都是一些LED烏絲燈 其實在燈上都花了一些心機 你會見到一些金屬粒特紋的紋理 其實正正不只是燈的 你見到手把櫃門其實都有 一般你會見到其實外面的走廊 其實都是比較佛味一點點 沒有什麼特別 這次我們的走廊我都花了很多心機 你見到其實有麻質 有木 還有一些調子紋 其實就貫穿了整個走廊 亦都可以修飾它的儲物櫃 正正你望上去天翻位置 其實他都做了一條條紋 令到整件事走廊漂亮了特別了 至於主人房 採用了黑色和灰色作主吊 整個地台都用了黑色石紋膠板 長身都加了調子坑紋膠板 以睡床背後亦做了覆水泥場 令全房感覺更加有質感 而冷氣機原來隱藏在大型衣櫃的上面 以貫切整間房的型格感覺 為何這個位置會用玻璃呢 其實因為本身走廊比較暗 還有他們都會想有些 覆蓋廓的感覺 所以我們今次就做了玻璃 令你望到進去 亦都假如煮食的話 可以隔走入煙 在廚房我們其實就用了三隻灰色 形成一個對比 在中空的位置其實就做了一些 調子的灰色的磚 亦都可以敷衍一個凹凸的紋 還有一個質感的感覺 在廚房裡你見到我們其實都選了 有些石英石本 另外其實我們今次在掛架 都選了一些石英文的掛架 亦都可以敷衍這次設計的主題 由於原積的浴室不好用 我們今次其實拆除了整個浴室 重新規劃回去 你見到放了最入 正正就是旗桿 馬桶的隔離 另外在最出的位置 我們偷了一個空間 放了一個儲物櫃給外面用 令到裡面更加建設 我們的環境 我們下一次 我們一起 我們來 我們一下